这个番薯我放在一个角落里头 因为它是一袋的 我就放在一个角落里头 然后呢它就出了一个很壮的这个芽出来了 现在呢我就想给它种在一个盆里 做一个盆栽 可以放在家里头呢 关上也可以 然后呢想呢 吃它的叶子也可以吃 今天呢我就把它种在盆里 种在这个小的花盆里 就这样给它种进去 观赏也很漂亮 就是这番薯呢它长出了叶子 摆在那里呢 然后它还会像吊栏一样的吊下来 那个叶子 长得非常的漂亮 我今天呢就给它种在这个花盆里 我就用一个非常小的这花盆 不需要很大的 把它下面呢 我用一个有个网状的东西给它挡在这个底部 因为它的底部呢 那孔呢也是很大的 所以 买了一种这种网状的这种东西 因为这盆子很小 就用了这种网状的 给它挡一下泥土 叫泥土不要漏下去就可以了 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网状的东西 这个东西也是有的卖的 在店里头可以买到的 这就是普通的盆栽土 我就用它来种就可以了 就把这个盆栽土给它周边放上就可以 把这个盆栽土的就给它压实 就这个番薯的露出来一半是没有问题的 就可以给它一样照样它就下面会发出来的根 然后上面呢它还会继续的叶子会继续长 是非常容易生长的 我以前有种过一个是日本番薯 然后也是用一个小的盆栽土 它长出了好多发生好多好多的叶子在这上面 这个呢是普通的美国的番薯 就是黄心的很多水的那种 不粉的是水多的那种 但是很甜的那种 湿的那种 好现在压湿了就可以了 把它整理干净一点 现在我给它喷一些水 把这泥土呢给它喷丝 然后把这个番薯也给它喷上一些水 每天呢都给它喷一些水 这样就可以了 这是种了三个个礼拜 它就发出了非常多的叶子 而且呢 地瓜呢 地瓜呢 这个糖也标出来了 长得非常的好 这样就可以摆在家里头 变成一个观赏的盆栽 也可以呢摘它的叶子吃 吃着